這件事情 就是這種事情 我周圍真的有發生過 而且是我的好朋友 之前就是 他在國小的時候吧 然後我們就一群人跟我 一個好朋友吵架 然後 就是大家就吵架嘛 然後吵架之後 那個人是男生 是我的青梅族 然後他就很難過 然後就大哭 然後往外跑 然後全部人就去追他 然後他 追到一個地方 然後 因為下一堂課 我們是美勞課 然後美勞課是外堂課 就是在別林教室上課 然後他就往那個 美術教室的方向衝 然後接下來我走走走走走 我走到那個 我們學校的二樓 因為我們美術教室在二樓 的後走廊 我就看到一群人 把我那個朋友抓很緊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是 大哭 然後 就是整個臉都紅的 然後 我就說你們幹嘛這樣抓他 然後 結果 我就說那你們放開他好了 結果他要往下跳 你知道嗎 他要往下跳 然後我就 我就 我就很認真的把他抓住 我說我告訴你 這裡是二樓 你跳下來去 不會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說波動 欸 我第二次 然後 然後 你今天就講完 我說你要跳 你不要跳這個地方 你要去往上 你在那邊跳下去 你真的是 你覺得受重傷 然後很痛 然後你還要就是 就是住院 然後你還要讓你爸爸媽媽照顧你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 他後來就沒跳 但是當然還是害人還是這樣 我在幫他 在那裡 我為了 才會有